大家好,我是乔首女工编织坊的店主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一款公字花拖鞋的编织方法 就是鞋面的编织 我们这一款的这个在我们家那个视频教程啊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视频教程里面是有公字花的拖鞋的视频教程 但是那个拖鞋的话 它是直接织的后跟没有挑鞋口的那种啊 然后我们今天织的这一个是也是从后跟织 但是有需要挑鞋口的 这两款的织法不一样 如果喜欢织哪一款就去参考哪一款的视频教程啊 然后我这边有织好的一个这个鞋面啊 我们今天去按照这个颜色来 这个是用的那个我们家的那个胶蓝的金丝果绿加金丝的黑色 然后这些就这我们这边有织好的三双的这个样品啊 就是这个样品织好的这个颜色 在我们家淘宝店铺里面也是可以拍得到的 可以截图下来然后去找客服药 然后我们家索要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织好需要用哪些材料 首先是用到我们家的这个胶蓝的毛线啊 我们家这个胶蓝的毛线颜色很好看 然后色泽度很好 然后这个是金丝的啊 呃这个毛线的话 像我手上拿的这一个是五两的啊 五两的一捆 五两的一捆带一个标签的 所以有的客户买的话没有带标签 可能是买的一两二两的 那个剪下来是没有的啊 买五两的一捆是有带标签的 还有我们家的这个内胆 内胆的话这个是棉鞋的内胆啊 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棉鞋的内胆是到后跟的啊 就是包住脚踝的 这是一双的啊 连在一起的一只左脚一只右脚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是拖鞋的内胆啊 这种的是拖鞋的内胆 然后这个内胆的上面的这一层啊 这个红色的是紫色绒布的啊 很舒服 就你光着脚踩上去的话 这个布踩的这个布上面就是很舒服 上面有一层小小的符毛 然后我们家内胆的这个厚度呢 在1.1公分左右 有可能会比1.1公分稍微薄一点 然后比1 有时候也会比1.1公分稍微厚一点啊 在拍的时候 在我们家店铺拍的时候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边也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我们家这个内胆的那个柔软性很好啊 不是特别硬的那种内胆啊 就是很软和的 很软的 穿在脚上绝对暖和啊 然后用针的话是用的 三燕排 三燕排的11号支针 我们家这个支针是属于国标的啊 就是R标的 只要是在外面买的这种带R标的这种针的话 都是可以的 这种粗细跟有的牌子的那个针的粗细是不一样啊 这种针的话 比可能外面有的像别的那些牌子的针的11号 可能要稍微粗一点点 然后大家在用这个胶蓝线支的时候 我们家的所有的款式啊 目前我们家所有的款式全都是像我们家这种胶蓝的毛线 中粗线 中粗线 双骨支的 双骨支的意思就是好比我这边支好了一个 然后这个线是拿来就是教大家支另外一支的 这个线的话就是这个颜色 果绿色就是绕线的时候直接绕成两根来支 这个黑色的也是的啊 黑色的也是直接绕成两根来支 两根啊 就是两骨一起支 如果你有支习惯的话 支两骨的话还是很好支的啊 两骨支的话支的比那个快 而且斜面支出来很厚实 我们首先是拿两根针啊 拿两根针来起针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支好的啊 支好的这个双骨支出来 这个鞋面支出来的鞋子并不是 有的人会说这个双骨支出来的会比较厚 太厚了 我之前有支过单骨的 单骨的是真的太薄了 太薄了 然后就鞋面就是没有什么 呃 上起来的话就是薄的就是 手摸的话就是薄的不行啊 所以我们家所有的款式全都是用双线支 所以大家在支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好 我在视频里面有介绍的这个啊 他如果参照我们家增数表来支的话 一定要按照我这个上面讲解的来支 首先我这个支好的这一个呢 是呃支的41 42码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家这个鞋底啊 鞋底是有这个光面的横溢的橡胶鞋底 横溢的这个橡胶鞋底啊 这个底部的话是螺纹的 螺纹的啊 螺纹的鞋底比较防滑的 这个这一侧面这边全都是呃 那个橡胶的啊 我们家有新进的一款鞋底 这个后期的话还是会上的 是这个呃布面的也是横溢的啊 也是横溢的 这个底部也都是橡胶的 只是这个上面有一层布 然后底部的话是呃 用了这个上的那个线啊 上的这个鞋的这个线 是直接从面子然后上到底部的 这款是平底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我们家淘宝店部下单 然后这边现在来教大家起针啊 起针我这边是用的绕线的起针方法 首先起针是起三针 41 42码的 不管是多大码啊 都先起三针 呃其他的 针数的话 呃我这边是教的41 42 平常就是适合平常穿 37或者是38码的脚 呃42码的话 39码的脚 不胖的话也是可以穿的啊 脱鞋大3到4个码只 按照平常穿的码数 加大3到4个码只 然后呃大家想要参考 其他的码数的针数的话 去我们家微信公众号上面看啊 微信公众号到时候会都有的 这样先把这个线拉放一点点长出来 这样 然后就这样啊 把它对折 对折的时候 然后把它架到手上 这样起针啊 我是用的绕线的起针方法 然后把这个线 然后再架到针上面 架到针上面这样啊 大家看好了 架到针上面 然后把它调起来 这样啊 先从这边的地方 从这边穿过去 把针从这里面穿过去 然后再把右手 右手 这只手的这个针 从这个 把针从 把这个线从这个针里面拉出来 从洞里面拉出来 看上面挂的一针 加上这个套上去的这一针 是两针了啊 起三针就好了 同样的方法 这样啊 我这样已经很慢了啊 如果大家就是我这种起针方法 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参照自己的起针方法 也是可以的啊 起好针之后 起好三针之后 先织 先用这个果绿色的线制 一个来回 织平针 好 一个来回的意思就是从 这边起好针之后 然后织过来 这是一行 从反面 现在再反面来织 织过去 然后再织回去 这个就是一个来回啊 一个来回就是两行的意思 然后到反面织的时候 这个边上的这一针啊 看好了 反过来织的时候 这个边上的这一针 把这个针放到这个线的下面 不要织它 把这个针放到线的下面 然后这样挑下来 就挑着它啊 从这个上面 然后把它放下来 这样子 这个线不是这个上面吗 我把这个线绕下去 把这个边上绕成辫子针 不管任何时候啊 从从正面织到反面来 再反面织回去的时候 这个第一针都要这样处理 好 下面的两针 直接织平针 好 起好针之后 已经织了一个来回了啊 织了一个来回 大家看一下啊 起好针之后 织了一个来回 然后我们现在就换 这个黑色的线 也是两根一起织啊 双骨织的 我们现在换 黑色的线之后 就开始要加针了啊 第一次 这个黑线加针 怎么加 先把它直接打个结 打个小活结啊 就这样子的 然后把针从这个 打好的这个洞里面 穿进去 就这样子 然后拉紧 拉紧之后 然后直接把这个针拿上来 然后直接来织 这个就是算加的一针了啊 这个就算加的一针了 如果就是 没有织过的 就是不会织的 可以完全参照 我这个上面先织一遍啊 先织一遍 然后再织其他的码数 我这个上面教的 还是蛮详细的啊 跟着步骤一个一个的来 好 这样套上去 然后直接 先把它 全部都织过来啊 把这三针也织过来 好 这个针面织过去了之后啊 我们现在再反面来 反面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啊 针放到这个线的下面 把这个第一针 这边的这个第一针 挑下来 这个黑线在这个针的上面 把它绕下去 这边就是形成了一个辫子针啊 这个辫子针是为了要 到时候要挑这个斜口的啊 一个辫子里挑一针 如果你不浓成辫子针的话 到时候挑斜口就不好挑了 好 再织回去 这个加的这一针也是要织的啊 好 现在到正面 我们现在要换线了啊 一个颜色织一个来回 一个颜色织一个来回 然后换线 把这个黑线压到后面来 然后换果绿色的线 加针 现在换线加针怎么加 把针放到线上面 针放到线上面绕一下 这样啊 看清楚了慢一点 针放到线上面压着 这样绕一下 然后直接 织过来 这个针千万不要掉了啊 这是加的一针 好 这个黑色的第一针织过来 你看现在针上是不是有两针了 这个加的一针一针也在这 后面的就继续织平针就好了 看一下啊 这边就是又用果绿色织了一行了 从反面再织回来 反面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一样的 针放到这个线的下面 第一针就这样 直接从这个下面挑上来 放下去 这个从这个针上放下来 把这个线绕到后面去 又弄成了一针辫子针 后面呢就继续织 这个加的这一针啊 这边加的这一针看好了啊 不要直接这样织 这样织的话 这个边上会有一个洞 从这个下面织过去 这个下面啊 从这个下面看好了啊 这样子 织过来 然后把这边的这个黑线拉一下 好 我们现在到正面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就是已经加了两针的啊 一个颜色加了一针 总共是三针 起三针 加了两针 一针 两针 总共现在增上是五针 我们继续换黑线 我们 我跟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在换线的时候 这个边上啊 不要拉的特别紧 就是这个鞋的这个侧边 这个侧边不要拉太紧啊 到时候 撑到这个鞋底上面的时候 就这个边上啊 撑到鞋底的时候 如果拉的太紧 它就没有拉的太紧的话 它没有什么弹性 就很难撑到鞋底上面 然后这个鞋 这身子这个地方 稍微织紧点都没有关系 但你这个侧边 一定不要织太紧啊 稍稍带一下就好 然后针再放到上面 加针啊 每次到这边都要加针 针放到线的上面 绕一下 然后再织一针过来 现在就是两针 好 一行织过了 然后再织回 从反面织回来 织过去又织了一个来回啊 就是看一下啊 这个第一针的处理方法 一样的啊 针放到线的下面 把这个第一针这样绕下来 黑线绕下去 就这样子啊 形成一个辫子针 这是反面啊 这个是斜口的地方 在反面的时候 是这样处理的啊 正面的时候 就正常加针就行了 然后加的这一针 从这个下面绕下去 这个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正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正面啊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换线啊 继续加针 加针的方法啊 就这样子啊 就针放到线的上面 这样绕一下 后面就继续织平针 其实后面织的方法 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只要记得正面换线的时候 要加针反面的时候 这个第一针一定要挑下来 不要织它 也不要直接挑 要绕一下 把它绕成这个斜边 是个辫子针 好挑斜口 好我们再换线 就是一个来回织好了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织了一个来回之后 这个斜的这个 上面的形状 就是像一条跟金一样 你看 这个果绿色的 织了一个来回 就是一条金 黑色的织了一个来回 又是一条金 再然后又换果绿色 现在继续换黑色 加针 反面 记得啊 一定要把它 这样先弄下来 然后再把线绕下去 我们新手宝宝 在跟着我视频学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啊 一步一步的来 好 又到正面了啊 就按照这个方法啊 按照我现在这个方法 呃 就是一开始 起的三针 后面要换线 加针 反面要怎么处理 前面有教过啊 一直知道 我这个织的是 41 42码的这个斜面 呃 就是一直要加到 帧数是20针 就是这个侧面啊 一直加到这个地方 20针的时候 然后我来教大家 织这个侧边的丢针 后面的织的方法是一样啊 一直要加到20针 加到20针是这个针上的 加上这个上面 一开始起针的三针 加上这个三针一起是20针啊 所以我们要加17针 加上这三针就是20针 知道那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织侧面 20针已经加好了啊 针上总共是20针 这个20针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啊 这个是包含了这个 呃 起针的这个三针 在一起的 总共加起来是20针 然后我们现在来织这个侧边 就是这个鞋的这个侧边啊 这一边 我们要丢针 首先第一次丢针的话 是丢4针 看好了啊 丢针的同时 还是要加针的啊 加针是一样的 换线 然后继续加针 然后往后面织 织到最后剩下4针 好 织好了之后 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4针 最后剩的这个4针 不要织它 不要织它 然后到反面来 反面来啊 反面来继续往回织了 这个4针就丢掉 不要管它这个黑色的这个 黑线织的这个啊 然后反面织的时候 这个第一针挑下来 挑下来 不要织它拉紧一点 拉紧一点 然后织下面一针 我后面这个地方 就织的比较快啊 都是平针的 好 这个夹的这一针 还是一样 从这个下面织过去 换线 第一次丢4针 然后中间就是2针 2针的丢了啊 丢针的同时 一定要记得加针 好 第二次丢针 丢2针 第一次丢掉的是4针 不要管它 现在是 这个 果绿色的这个线的2针 要把它丢掉 也不要管它 到反面来 反面来 然后这个第一针挑下来 拉紧 然后后面继续织 织回去就好了啊 大家在织双色线的时候啊 两个颜色织的时候 下面那个小线球 可能会有就是绕在一起的 因为两个线 老是这样换来换去嘛 所以大家在织一段的时候 这个线一定要离一下啊 把那个两个线球拿出来 离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换线 把这个线压下去啊 换线换果绿色的 绕一下 织过来 再丢两针 第三次丢针 还是丢两针啊 只有是头部 第一次丢针的时候 丢四针 后面的这个中间的地方 都是两针两针的 按照这个方法来丢 两针两针的丢 一直丢到什么时候 丢到最后 针上剩下五针 往回支的那个第一针啊 一定要挑下来 不支拉紧一点 好我们再换线 好再丢两针 然后这个第一针 就是挑下来 不要直它拉紧 这边继续再换线啊 好再丢两针 到反面来支回去 大家后面的话 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啊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 继续丢 一直丢到最后 剩下五针 我这边丢的 到最后剩下六针啊 一二三四五六 剩下六针的时候 还要再加一次针 有的人会有疑问说 我这边就是 剩下六针 怎么不是五针 如果是剩下六针的 记得一定还要 再加一次针 然后绕一下 加针 然后再丢两针 就是五针了 你看这针上是不是五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边丢掉 再丢掉两针 反回来支 一针挑下不支啊 都支过去 看一下啊 我这边就是五针了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边你看 头部丢四针 中间都是两针 两针两针两针啊 这个双色线 还是看得很明显的 然后最后剩下五针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 开始支这个鞋背了啊 这鞋背的话 先用两个颜色的 都各支一个来回 用这个黑色的 先支一个来回 这个支鞋背的时候 就不要加针了啊 就不需要再加针了 直接就是把 身上所有的针 一起支过来就好了 不需要再加针了 好 正面支了一行过去 然后我们到反面来 这个是正面啊 这个是正面 到反面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边上的这个辫子 就是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然后绕一下 绕成一个辫子 好 黑色支了一个来回 然后我们再换 果绿色的 再支一个来回